Hello,我又回来了 我知道就是大家在这个频道上看到我的脸会觉得说 你终于更新了 非常感谢如果你还在看这个视频 证明你还没有放弃抛弃我们 那我们这个频道我们两个人都最近比较怠慢它 然后一直在断更当中 那我个人来说呢是因为 我之前觉得我不想为了去做视频而去买东西 或者是为了保证这个产量去刻意消费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 所以最近我也在降低和精减我的一些消费 那另外就是我在忙我自己的英语频道 然后我的兴趣更在学英语和分享英语知识上 所以呢就对就断更了 抱歉 但是我后来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 比方说美妆 比方说爱读的书 比方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和小美好 所以呢我决定要坚持在这个频道上更新 那今天呢我要做一个爱用品分享 东西不多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那下面呢我们先从各位小伙伴都非常感兴趣的美妆品开始 主要是护肤品 那事先声明本思评没有赞助 我也希望金主爸爸看我一眼 那首先呢是一个歪打正着的产品 它来自Estee Lauder Perfectionist Pro Rapid Firm and Lift Treatment 看到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紧致拉提的精华 那前几天我骂过生日 然后呢我看到他们官网上送这个 我想说那我凑单买来试一下吧 我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呢 坚持使用两周 首先这个产品的质地我特别喜欢 它是一个非常这种轻薄的Serum 另外就是淡淡的清香 就是和他们家这个Resilience Lift 这个系列的香热是一样的 只不过更淡 然后在脸上呢非常容易吸收 一点也不油腻 那我就是坚持每天都用 有时候用一次 有时候一天用两次 我真的发现在两个星期之后 最明显的改善就是眼睛周围这个地方 我的这个脸型轮廓就显得比较的 你知道更年轻了 然后这个线条更紧了 大家知道我有陆续的放一些Vlog 那我基本上都是用我的苹果手机前置 怼着脸直接拍 大家知道苹果手机拍人脸是巨丑的 你有任何的瑕疵 会第一时间在这个镜头上看见 那我前一天放了一个Vlog 我发现这个Vlog在编后半段的时候 也就是近期我开始使用它的时候 发现这个轮廓还不错 重点就是我发现就是法令纹部分 虽然我的法令纹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我也还怕有些时候 在这个光线不好的情况下会比较明显 我最近来编辑这个Vlog的时候 发现这个法令纹也看不太见 然后轮廓也比较好 它的价格不是特别贵 它也不便宜 所以在美国的姑娘们 如果你想去试这个产品的话 我建议你等到像什么感恩节啊 圣诞节 然后打折促销 或者说是送东西的时候 买来试一下 好下一个来吧 它来自这个L'Oreal Youth Code Dark Spot Corrector 就是一个去斑产品 它的这个质地呢 比亚诗兰黛的这个serum要厚一点 也比较容易吸收 我会把它基本上涂在就是这个眼周下面这个地方 容易长这个晒斑的地方 还有就是我的脸的这个一些小地方会有一些斑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的眼睛这个地方 现在因为这个妆的问题你可能看不太到 但这儿有一个斑 其实很多女生都容易在眼睛这个地方长一个小斑 那这个呢我用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了 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刚才我说的这个斑 它明显的变淡了 那这里呢我想多叨叨几句 我前几天在亚马逊上看到这个产品的用户评论 有人说啊没有效果 其实我觉得吧 有一些人太心急了 希望通过一个产品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内 看到效果怎么可能呢 特别是去斑这个事情 我之前也长过一个非常顽固的大黑斑在这儿 我当时是用另外一个芬兰的产品 坚持用了一到两年之后 那个斑才慢慢消掉的 你说你怎么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内 把这个事情搞定 任何的去斑产品 只要在你的脸上使用感是不错的 你要给它耐心花时间坚持用 另外这个产品呢 它官网上说就是它是non-communogenic 我之前分享过这个单词就是不知痘的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痘痘肌的话 油性皮肤其实用这个也是OK的 接下来这个呢还是来自L'Oreal 是他们家的这个10%浓度的 就是乙醇酸或者是甘醇酸 如果你是刷三个姑娘 你应该非常了解 首先可以帮助你淡化细纹 然后呢让皮肤变得比较细腻 还可以缩小毛孔 另外一大功效就是去死皮细胞 帮助你对抗减少粉刺和痘痘 另外还可以匀正肤色 那由于我是痘痘肌嘛 所以呢我还是对整个这个皮肤稳定性 也就是这个角质去除是非常在乎的 所以我就买来试它 效果非常好 用了之后就是整个皮肤就很稳定 然后毛孔变得比较小 另外就是痘痘明显减少 就是跟用之前那个杏仁酸差不多 但是呢它的刺激性比较大 建议大家就是先在脸上试一下 你刚开始试的时候会有刺痛感 是很明显的 但是你多用几次之后呢 刺痛感就会降低 你的皮肤耐受性就会提高 然后一定要记得在晚上用 因为它会让你的这个皮肤 对光比较敏感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 一定不要偷懒 一定要先去这个浴室 把脸洗干净 做好防晒这个非常重要 那当我这个皮肤耐受性上去之后 其实刺痛感就大大减低 然后现在用觉得还还可以 还不错 没有那么的不舒服了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保湿性特别好 感觉像在用玻尿酸一样 它里面还加了芦荟 所以呢会在一定程度上 让你的皮肤比较镇定 那下一个爱用品呢 是一个送的小样 我很少就是用小样会用出效果来 但是这个 是有的 它来自Clarence 胶领师 叫做Pool Control Serum 就是一个收缩紧致毛孔的精华 我在7月份前后的时候 就是比较焦虑 压力比较大 然后可能会熬夜看剧什么的 所以那这儿觉得自己皮肤就比较松弛 鼻子这儿的这个毛孔 就比较明显 就感觉是毛孔是张开的 然后黑头也比较多 那那个时候我是在用这个产品的 并不能非常好的控制到就是鼻子 还有周围这些毛孔 我前一天说 哎不还有个小样吗 正好是毛孔收缩的 我来试一下吧 然后这个呢 我就是坚持 每天晚上洗完脸之后 涂在这个鼻子上 还有鼻衣旁边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吧 发现 是有效果的 我呢首先声明一下 我本人的毛孔算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爱挤黑头 我特别喜欢每天晚上洗完脸 自己看我的每一个白头和黑头 想把它弄出来 所以有些时候 会让毛孔变大 如果你又是遇到大姨妈 或是压力大的时候 这个毛孔 这个状态真的不是特别好 但我用了它之后 发现一个效果就是 黑头没有那么多了 毛孔确实变细了 而且每次在洗完脸之后呢 可以看到一些小白头 你稍微拿这个棉片 沾上水 稍微蹭蹭 这个白头就掉下来了 它呢也是这种非常淡淡的 清香的这种味道 质地也很轻薄 涂在这个皮肤上之后呢 它会就是哑光 所以现在我在白天也会使用 比方说在上妆前 也会在鼻子或鼻翼旁边涂一下 是一个特别好的妆前乳 所以呢 我决定在使用完这个小样之后 我要买一个正妆试一下 后来 下面分享一个生发油 就是它 那想必有一些小伙伴说 樊樊 你烦什么耳塞 你这么多头发 你生个什么发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前天压力大吗 跟我朋友拍vlog 坐在车里 太阳一晒进来 我一低头 用这个 苹果恐怖前置过度曝光的自拍一拍 这一突 都是白的 我在编辑的时候 我说 我擦 我突头了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光线 还有我就各种曝光过度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就滑在亚马逊上各种搜 各种生发油 我买了两个 然后呢 相比另外一个 我更喜欢这个 那它呢 就是很多一些天然油的一个综合 首先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淡淡的草本味 就是当我在这个头皮上 这个地方进行按摩完之后呢 就有一种你知道 薄荷的清凉的感觉 就是很淡的那种 很舒服的感觉 就一丢丢 非常非常舒服 另外一大特点 就是它虽然是油 但是呢 它一点都不油腻 因为我另外一款油就是 真的感觉是把猪油 薄在了这个脑袋顶上 但它呢 在按摩完之后 就是很快吸收了 然后这个头发也没有那么的油腻 那大家肯定想说 到底有没有效果 你长一长头发呢 由于本人呢 天生发量就还不少 我不能说 哦我找了很多头发 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确实发现就是 我集中按摩的部分 特别是法缝这个部分 一些小杂毛 就新的头发长了出来 那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功能 是它的这个效果 我坚信它的效果是有的 而且在亚马逊上的评论也不错 不过如果你是这种 比方说什么抑制性脱发 一些病理性脱发的话 那么这些比较明显的症状 我个人认为 生发油不能在短时间之内 帮助你去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会比较好的缓解 甚至是比较好的帮助你保养这个头皮和头发 下面呢再分享一个彩妆品 只有一个 大家觉得我这个唇膏颜色怎么样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颜色了 前两天就是你知道在我众多爱妃当中 拿出一个说 哎呀好吧试一下你 结果一拍视频说 哇塞这颜色怎么怎么好看呢 它来自Sephora他们家这个系列的唇膏 然后这个包装是这种长颈鹿的 特别可爱 他们家这个系列有很多很多颜色 我也是歪打正找买到了这个颜色 它的这个颜色其实就是这种淡的土橘色 哇我觉得真的好漂亮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管是在夏天 在这个秋天冬天用都很好看 我觉得它比较挑肤色 如果你是偏白的肤色的话 涂上会比较好看一点 半哑光的质地 也有一定的滋润度 不会像一些哑光唇膏 让你的嘴就是会有唇纹比较明显的问题 真的是超好看 所以超级推荐给大家 而且它只有九刀 接下来三个产品都是家居产品 他们来自就是这个牌子叫做Moyas 在美国特别流行 他们家的包装好看 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非常评价 那神秘人呢 是他们家的这个粉丝吧算是 所以就买了一堆东西为了凑单嘛 然后我前天说 这什么护手霜怎么这么好闻呢 是他们家这个薰衣草味道的 Handlush 非常自然的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 刚提出来是非常水润的质地 在手上搓开之后 它很快就吸收了 就感觉没有那么油腻 但是呢你的手部的这个皮肤又觉得比较滋润 这个香味好好闻 另外他们家还有这个 就是让这个空气清新的这么一个东西 喷雾 也是这个薰衣草味道的 也非常好闻 所以强烈强烈推荐给大家 好了 下一个呢 同样是他们家的 这个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天呐 是他们家这个叫Geranium 这个花的Hansel 妈呀 如果这两个我非要二选一的话 同学们赶快去买吧 太好闻了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洗手液 它那个香味就特别假 它这个就是这种淡淡的花香味 你知道我和神明人每天就是 为了闻这个味道就拼命的在洗手 就你知道 哇就这种感觉 那今天视频分享最后一个爱用品呢 也是一位老同志 也不是近期买的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现在官网上还有 所以我决定再重新分享一下 就是来自Madewell他们家的这个相机包 我在19年年末的时候 做了一次服饰分享 当中就把这个包各种夸 当时在赶恩节之后买了它 我就几乎天天背它 那到现在已经是快两年的时间了 情况还是这样子的 出门时间不多 但稍微出门的时候 需要跨个包 我就会选它 非常的适合日常出行 没有特别大 但是它的容量特别好 你看一下这个宽度 看得没有 另外它的皮质特别柔软 打开之后里面有充足的空间 放手机 放钱包 放洗手液 放护手霜 唇膏 钥匙等等各种 我都能塞进去 它前面这个地方还有个夹层 然后里面你可以放什么乘车卡呀 或者是放这个口罩都非常好 它这个皮质很软 整个这个包很轻 但质感特别好 然后我当时选它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这个白色的大肩带 我觉得是个点睛之笔 加上它比较宽嘛 所以背在身上特别舒服 到现在都是我的这个宠妃 就是最爱的宠妃 好了 这是我时隔多年 吐血 吐莲花 给大家吐出这么一个爱用品分享来 希望大家喜欢 我知道我们的这个美妆频道 点击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还有 在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到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一下 Bye Bye